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造成了严重的预期 这个预期就是稍后总统能不能消除这个预期 如果所有的这个地方涨价的这个方式 没有办法把预期解释清楚的话 那这个危机依然是存在 其实在这个两三个月前 邱毅委员邱毅教授就在这边大声疾呼 店长要有绝对的一个配套 那么当时贵堂的主席没有听清楚的 其实我满讶异的了 照讲以台湾来说 对付物价膨胀 对付通货膨胀的预期 是很有经验的 也有现成的机制的 所以我非常的压抑 这一次的决策 为什么会做得这么粗糙 照讲 你今天要调油电的价格上涨 你本身你的物价联动效果 你的产业关联效果 应该已经算得非常的清楚 它会引起多少物价的联动效果 要事前做好准备 行政院的物价稳定小组 应该就开始启动了 你该有多少的查价的人力 该公布什么样的参考价格 该做什么样的预防措施 该去如何阻止有人趁火打结 整个通货膨胀的预期过程里面 怎么去阻止趁火打结 轰抬物价 这个对台湾来说 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那为什么这方面都没有做 而且竟然是搞了一套 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 我走一步 民间反应有个问题 于是我来回应 奉先来讲过了 中油台电 真的事前已经评估过了吗 还是中油台电 直接跟经理部反应 经理部就跟行政院反应 像总统反应说 再不调油电价格 台电中油就要破产了 因为这样的压力 所以就决定要调整油电价格 你要不要检讨台电中油内部有好多的问题浪费资源的闲置 还有里面的弊案 你都没有去处理之前 你就把油电价格上涨 当然造成民怨嘛 其实你现在谈的这个就是一个决策的这种过程 决策的过程 在过去不是没有发生过父子骑驴的事情 为什么驴字都是演变到最后变成父子骑驴 就是整个的决策过程 我不太怪政府 太相信政府的能力是自讨没趣 我宁可检讨人民 人民对经济活动的高度预期 源自于台湾的政客 透过他对选民的政治预期所产生的 他预期选民会有什么样政治行为 所以他就喂养你什么样子的预期性的政策 台湾是一个活在预期中的国家 谁也不要怪谁 政府欠我们 我们也欠这个烂政府 大家彼此设账 早晚有一天大家都要还 我觉得我们台湾不能再用这种廉价的安慰剂 自我感觉良好 现在看到这个马总统 刚好在十点整正式的来进行 要准备跟人民报告 大家先要说明是 这个电价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转变的方式 是稍后是不是由这个 是经济部长先说明还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看到他随时的这个状况 其实在上一波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电价上涨 民众看不到说完整的一个配套 或者是欠缺的人民的这种声音 但是现在是不是今天晚间的这个新的方式 可以做一些的改变 符合消除人民的那个期待 他们现在还没有话说 现在看起来有点让我担心 因为我看到只有三个人 马总统然后行政院长陈冲 以及经济部长施言祥 那看起来比较像是 只把电价的部分做一个说明 可是相关的包括我们刚刚提到 如何消除物价通膨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现在中文要做个说明了 好像 ace才能做一个事情 不AND下面估计 它是养力的 还有课明的 这是 我们听到来自民众 国会 工商界以及媒体相关各对方案的意见 这些建议当中有人建议应该分阶段调整 重新检讨丈夫以及对民众经济生活可能带来的影响 对于这些声音 这些意见我都非常的关切 我认为我们所提出来能源合理化的政策 目标不能改变 但资讯的方法可以回应民意 用比较缓和 比较渐进的方式来推动 经过今天晚上到现在为止 差不多三个半小时的会议之后 会中决定采取三阶段调整的修正方案 也就是这个方案从今年六月十号 来调账原来公告方案的百分之四十 十二月十号在调账原来公告方案调伏的百分之四十 最后百分之二十要看台电是否能够拿出被人民接受的具体改革成效之后 再决定实施的日期 这样的一个方案中间还包括住宅与小商家用电在三百三十度以内不调整 原来的住宅的部分是一百二十度 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案呢 影响了有七百五十六万户的住宅跟三十万户的小商家 离封的电价调伏 所以工业界离封电价的调伏 从现在的百分之六十二 改标呢 降为百分之五十 我们这一个修正的方案 一方面有效减少对一般家户跟企业的冲击 照顾多数人民的生活 也让电价合理化的方案有更多调试的时间 对于外界要求政府检讨中油台电等国营事业经营绩效的意见 我们听进去了 我们认为改善国营事业经营效率的工作不能停止 经济部要持续的进行节能辅导 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工作 这部分呢 我是非常严肃的看待 事实上 我在四月初要求经济部提出中油台电的绩效检场报告 这个部分行政院已经开始着手进行 我了解民众对于台电改革的应切的期待 也希望借此机会参考先进国家的经验 来加速改革的步伐 为了回应民众的期待 我要求经济部在六月底前发表这一份检讨的报告 提出具体的绩效改革方案 并且在看到台电或是人民可接受的具体改善的成果之后 才会允许台电实施第三阶段的涨价 在三周以来 我们透过各种管道 我们也主动的询问专家学者 行政部门 有没有更和缓 更周延的方式 能够让电价合理化的问题顺利的推动 经过一段时间来的沉淀思考 我在上星期呢就要求经济部重新检讨评估 务必以与民同在的视角提出新的修正方案 这跟行政院陈院长日前要求经济部重新精算的想法 是一致的 我在上个周末跟陈院长交换意见后 4月29号 决定在今天邀请相关单位进行政策协调 讨论经济部所提出来的修正方案 等到我们讨论定案之后 由我率领陈院长 江副院长跟行政院的官员 一起来举行记者会 向外宣布这一个大众高度关心的方案 至于说其他的实施细节 等一会儿可以由经济部来做进一步的说明 在这个地方呢 我要以非常诚恳的态度向大家报告 对于电压的调账 让大家感受到生活的压力 这一点我真的很过意不去 但是请大家了解 如果可以不调整 我绝对不会调整 但是台湾99.4%的能源 依赖进口 当我们生产油跟电的成本都高于售价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继续不调整 而用人民的税金来进行补贴 这不是一个长期可行的做法 因此呢 必须在这个时候要做调整 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非常痛苦 非常无奈 但是却是不得不做的一个决定 学学日子我们在讨论 电价合理化议题的时候 经济部实际上也曾经提出过 包括缓账 依次账组等各种方案 但是任何方案呢 都是利弊互接 当时大家曾经讨论 如果分阶段调账 政府必须负担 持续动脏的缺口 延长真正落实公平补贴的时间 而对民众的冲击呢 并不会因此而消失 我相信 大多数的民众都支持 使用者付费 这一个观念 但是当我们一次账组的时候 民众还是觉得吃不消 所以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 思考之后呢 我支持电价合理化 采取刚才我所宣布的修正方案 也就是三阶段调账的做法 让民众跟企业 有更多调适的时间 也回应考量 家库跟企业的承受的能力 同时把台电 中油等国英事业改善了 跟我们账价的方案 能够结合起来 这样子呢 我觉得才让外界能够了解 我们调账电价 是有合理的依据 这半个月来 我不断地重申 我们除了电价格合理化 这个目标之外 还要节能减碳 还要照顾民生 那包括对于大众运输 弱势族群 我们都会有补助的方案 同时我们也希望 对一般家户的冲击 能够降到最低的程度 政府也会力行 节能减碳的措施 也更会加强查查物价的行动 尽全力来稳定物价 在这个部分呢 昨天 宪政院足迹总处 公布了对今年 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测 全年的CPI 上涨1.9% 我们相信在刚才所宣布的 修正方案实施之后 我们更有信心 可以把物价 消费者物价指数呢 控制在2%以内 我也会要求行政院 江副院长所主持的 物价稳定小组 能够积极地查假 来避免联合垄断 与人为的鸿台 务必要稳定物价 以上就是今天 我们一个协调会议的结论 特别提示来向大家报告 并且期待各位的指教 谢谢各位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陈院长来 进行补充 院长请 大家好 大家好 曾如刚才总统所提示的 许多政策的一些方向 大家已经非常的清楚 我想我简单的做一些补充 上个星期我想各位 在4月25号那天 如果参加工商协进会 都主办了早餐会的时候 那一天我已经在 工商协进会的早餐会上 有提示请这个经济部针对这个 电价大家所关心的议题 进行精算和研究 第二天的行政院会 我想那个后来杨局长也可以跟各位报告过 就是也为提示经济部 针对前一天 大家所关心的这个电价相关的问题 要做一些评估 所以刚才总统提到 在4月29号那一天 也就是星期天 那天其实我们跟经济部 有一些讨论 讨论完以后 我也跟总统报告 所以总统刚才提到说 那天他就决定了说 今天要 请经济部再做一些 西部的计算以后 那今天我们再提到一些 这个比较 邀请王院长 以及立派委员党团 一些立派委员 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共同的讨论 所以刚刚总统所提到的 大家做的结论 其实王院长 以及立派委员党团 还有一些立派委员 他们也都加以支持 那我想跟各位报告是 除了这些 这些补充的方案 修正的方案以外 那实际上 在这一次 修正的当时 就是在4月12号 经济部在宣布 这个电价的调整原则的时候 曾经提过一些 我们已经采取的措施 这些措施都不会改变 包括内政部 农委会交通部 所采取的一些油价方面的 补助措施 包括内政部 对于居家 身体障碍人 所谓用电方面 维生用电方面的 一些补助措施 那也不会改变 万一社服机构 用电的一些优惠的 一些补贴 也不会改变 这些措施我们都会继续 另外经济部 也会有一些配套的措施 等一下我会请这个 市部长 跟他做报告一下 经济部所采取的一些 配套的措施 这边我要特别 跟各位诚恳的报告 因为刚刚总统也特别提到 这一次的这个修正的方案 其实已经充分考虑到 这个我们国内一些特定的族群 包括我们这个 一些小规模的民生用电 包括一些这个小商业的用电 以及这个尼锋用电的一些需要 所以经过这些方案以后 我相信大家更可以 共体之间 不会是随便去调整这些物价 当然总统刚刚也特别提示 江副院长主持的物价稳定小组 也会持续每周来开会 采取一些必要的监控 以及查假的措施 那法务部有关这个 他对于有一些哄台物价 这些接受大家报案的那些电话 以及这管道也永远畅通 事实上我们了解法务 已经接获了一些案件 他们正在做了解调查当中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共体之间 那共同来推动 这个电价合理化的方案 那以及对我们未来的 这个节能减碳的环境 能够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 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 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谢谢陈院长 那接下来 行政院院长针对这整个的电价 515的一个新的方案 那么现在是这个经济部长 大家报告这个更多的这个细节 不过从总统跟行政院长的 这个整个大方向的这个状况 已经可以让社会大众了解 这接下来就是我们 欢迎所有观众朋友 大家一起来这个检验 那么马总统 花了将近10分钟的时间 那么最主要说明 大概是这整个的一个改变 无论是从这个6月10号 或者是12月10号 那么要分别进行两个40%的调账 就是原来一次调足的那个40% 那么最后的20% 要看这个经济部 或者是台电的一个改革的方案 那么到时候公布出来 社会大众是不是能够接受 那么再做最后 换句话说 这个20%是要看台电的一个成果的改善表现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 无论是总统或者是行政院长都强调 他们的不是在这一两天 才做的一个政策改变的意图 是在总统讲说 在上个礼拜 刚才陈冲院长讲说 从4月25号 那么就已经是总统其实交代 那么在蛛丝马迹 就准备一个政策的改变 这是大概刚刚总统 跟这个行政院长讲的几个关键点 所以我们现在就让观众朋友 马上来关注的 这个先前我们说 这如果要改变的话 这个可能在最近这三个多礼拜 造成的民众的预期 跟消费的停滞的严重的状况 是因为这个预期 那么这样的几个阶段之后 是不是预期会消除 或者某种程度减少 还是维持原样 这是社会大众高度关切的 实际上的情况 马凯教授 我觉得这次的调整 对预期应该没有任何的帮助 因为他只是把5月15号 延到6月10号 所以你看到电价调整 会发生这样一个波折 到6月1号 实施下期电价 所以会大调一次 然后到了6月10号的时候 在已经大调的 下期电价上面再加40% 变得更高 然后到10月1号 下期电价结束 他就降回来 降非常多 然后再过两个月 到12月10号 他再大调40% 他变成一个非常大的波动起伏 而波动起伏 就是预期形成的最佳温床 因为他现在开始 但不是预期5月15号 要油电双账 他的预期是6月10号 油电双账 而且再死之前 这个下期电价会先账一次 所以他现在预期 会包括两个部分 就是6月1号 账一次 6月10号账一次 所以他的理由变得更坚强 然后到6月10号以后 他又说12月10号 还要再账一次 所以他会使得 现在这个情况变得更坏 所以我认为 这一次的整个分阶段调账的过程 他对预期是不是因此会改善 没有任何正面的效果 所以我们先从预期这种角度 因为预期就是造成过去这三个礼拜 所有的物价上扬 或者有人趁火打结 虽然刚才马总统强调 几个方面同步的来进行 但是是不是能够彻底的掌控 不过先针对到底这个预期 能不能够做一些这个消除 刚才马凯教授讲说 这个三个阶段的预期的消除有限的 我先说明一下 因为马总统特别说明得清楚 大家大概知道在上个礼拜 工商协进会的理事长 现在工业银行的董事长 来拟定一个新的方案 所以没有什么政治斗争 已经非常清楚了 好 那第二个呢 我跟马教授的看法一样 我本来以为说 陈冲成员长上来要说明 为什么定6月10号 他定6月10号是我最纳闷的 我一直很想听到陈冲成员长 或者经理部的司部长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是6月10号 因为6月10号 定6月10号第一次调40% 其实是很糟糕的一个决定 因为6月1号夏季电阶要调 你6月10号再调 我觉得这是不妥的 如果说你把6月10号的调价 移到10月1号 然后但是我觉得 马总统今天的宣布 仍然有值得肯定的部分 这有两点 我觉得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个他留下20% 让台电也有个诱因 你要提出改革方案有具体的改善 最后20%才让你调 而且最后20%说不定就不要调了 好 这也是一个诱因 另外一个就是本来是120度以下不调 现在是330度以下不调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诱因存在 但是我觉得6月10号做第一波的调价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很可能是自私一分 造成更严重的膨胀预期的 这个夏季这个电价的是6月1号就要开始 所以这点我们还到目前为止 所以赶快再去查证清楚 所以6月10号是已经是这个夏季电涨的问题已经摆在一边 还是夏季的这个电价上涨就是6月1号 然后6月10号就是第一波的40% 这个40%就原来在5月15号一次涨足变成40% 而不是这个全部是100% 那么这样的这个状况我们要先确定一点 6月1号的夏季电价是不是还依旧 那么如果是依旧的话 刚才在现场的马凯教授跟这个邱毅先生 两位都认为说这样子恐怕的预期的这个效果是有限的 对 涛哥我先讲一下 就是说4月25号 这是刚刚马总统跟陈农院长提到的 在那个什么工商卸金会的什么早餐会 一个转弯需要7天 4月25号到今天不是7天吗 然后这样还说没有政治斗争 我用刚刚跟马凯教授报告的话 再跟邱毅教授报告一遍 你有看过哪一次副总统跟立法院长 横起来一起干的 我给大家看一个民调 因为T台没有做 不然我一定会引用 这是旺旺中实在前个三月的时候做的 我跟你说郑所税应不应该科征 赞成是63反对21 可是你在电视 在报纸看到的比例是这样吗 不是啊 这是3比1的比例啊 我跟大家讲 环长跟分段长就是全民买单啊 这没什么了不起 而且刚刚这个邱教授也提到 330度以下是不涨的 反正是120 下面330 所以涛哥我必须再加个大 是全民大买单啊 那大买单的结果是什么 如果是照刚刚马凯教授讲 大买单没什么用的话 我要引用萧继绘今天讲的一句话 物价能拉回来吗 各位前辈讲的我听不太懂 那两个字叫通膨 通膨的问题会解决吗 物价会拉回来会跌吗 如果不会的话那你买这单干嘛呢 就是预期会不会减少吗 刚才说这预期 预期不会减少的状况 我还是会来做 其实今天总统出来的话就一定要明确 我要同意的是 现在有几个问题恐怕要立刻的讲清楚 6月10号 你是用我们现在的店价的比例加上去 还是用夏季店价的比例 6月1号的比例加上去 为什么是6月10号 一定要讲清楚 不然明天大家讨论了乱七八糟 一定又乱了 再过来 12月10号也是一个很奇怪的日子 你为什么要等6个月 而且12月10号 到时候大家讲年关将近 那你不是又麻烦了吗 可是我是觉得说今天 我倒是希望说 我只听到了四个字 希望政府决策 记得这四个字 你应该是先与民同在 所以是330度就很清楚 而不是先讲共体时间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其实这个问题 到现在为止宣布的问题一样 你真的有与民同在吗 其实我们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现在几个要搞清楚的 刚才马总统讲是三个阶段 6月10号调涨原公告方案的40% 12月10号原公告的另外这个40% 但是不清楚的是 6月1号夏季店长的这个状况 是用什么样的这种情形 为什么要在6月10号 那么还要是台电是不是在最后 能够拿出改革的成效 人民满意的这个前提之下 才决定要不要再调整 那个另外那个20 换句话说 这个大概是5月15号原来的80 都会在6个月之内会来进行一次调整 那么另外涨价的一个基本上 对原先120的 现在是调涨330度以内的不涨价 这中间马总统刚刚指出来 有756万的住户用户 还有30万的这个小商家 离风电价从涨62%降50% 这是很多这个企业工业界是高度 这个不能够接受的 原先说离风 那么现在降为50% 这对一般民众影响最大的 就是120跟330 这个330这个实际是有蛮大的一个差距 不过要求经济部在这个6月之前 6月底之前提出台电具体的这个绩效改进的各种的方案 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 但这几个疑惑 重点是如果能够把预期消除 或者是做某种程度的改变 但是刚才两位都认为说 这个6月1号要先讲清楚 我们稍微把休息片马上回来 会在这个中间查证 到底这个6月1号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变成一个6月10号 稍微回来 他会不会再讲 我们刚刚最新掌握的这种讯息 在这个记者会里面 似乎没有人提出来问 这到底为什么选在6月10号 第一次的40%的电价上涨 那么原来6月1号的夏季用电的情况是什么 我们现在还在持续在查证 希望跟在现场的这些政府的官员能够连线上 给社会大众一个更清楚的 否则的话这整个今天 所以总统说在顾虑到对人民亏欠的 就人民的负担 或者是很多预期的这个涨价的情况 但是这个情况到现在为止有没有解除 你看到的什么 我觉得没有解除 我觉得短期之内还是给个安慰剂 但是台湾需要的是免疫力 而且这种阶段式的堆叠 逐渐升高式的预期加成作用 这更可怕 可能更可怕 而且这作用操之不在你 万一国外有任何的变故 造成通膨的因素的时候 你更是束手无策 因为你目标已经绑死了 我个人觉得虽然没有政治斗争 但有非常清楚的政治动员的意味 他想透过政治预期 来指导人民的价格预期 今天晚报对肖富有一个 蛮高的评价说 嗅觉依旧敏锐 我觉得他政治的鼻子更敏锐 但是经济的脑子很昏沉 作为一个号称马总统的经济总舵手 什么总指挥这样子的人 应该要知道 这个痛苦要撑过去 那个免疫力 是我们用集体痛苦换来的 那是国家升级的动力 我们不能再用低价的依赖性 作为全民的鸦片 这个呼吁不讨好 但是很关键 我早就开始在过夏季电价 我早就开始预期 我自己都认为 我们家电已经涨了40% 大家一起来 你今天省的 会储蓄到我们共同的未来 朋友们 看远一点 不要只看鼻头这个地方 那个远方的东西 才是我们今天痛苦要换来的东西 我对肖富总统 王院长的表现 我高度的给予负面的评价 这种短线的政治投机 台湾过去 比你们经典的太多了 台湾要的是一个经济清楚的人 知道今天吃什么苦 明天换来什么幸福的人 这一点 你们两位就早点收拾吧 是 台湾民众不是不清楚 我们刚才一系列的 从南台湾 中台湾 北台湾 看到民众就是要求一个 说清楚 讲明白 民众完全理解 这是整个一个台湾人民 必须要去面对的 一个真实的这种状况 王院长 我觉得这次这个 电价上涨 对台湾的冲击实在太大了 因此我希望今天晚上 不谈政治 是谈经济 刚才文家的说法 我是赞成 就是国际油价上涨 台湾的电价 没有理由不上涨 所以涨电价这件事情 我完全同意 我只是在想 任何一件事情 有很多方法可以让它实现 但是学经济人 特别强烈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用成本最小的方法 伤害最小的方法 让它实现 所以我们不断坚持 就是我们同样的 让这个电价上涨 但是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让预期的形成 不至于造成太大伤害 所以刚才我们不断说 6月1号 这个夏季电价 一定会实施 所以那个时候 可能对一般人来说 它的电价 一定要涨17%了 因为这次要涨电价的幅度 是一样 结果到了6月10号 你又让它再涨40% 就是差不多再涨 7%左右 这对它来说 是一个双重伤害 到了10月1号 它又降下来了 又降到比原来预计 预计的涨价 还要低一点 所以我还是坚持 我们如果采取 6月1号 才开始实施 夏季电价 暂时不谈任何涨价的事情 那到了10月1号的时候 如果我让那个电价 保持水平不动的话 就等于是100%涨价 那么政府的任何损失 都可以降到最低 所以它就没有必要 后面再来一次 12月10号的涨价 而且到了10月1号的时候 经济部对于台电的检讨报告 已经完成 所以那个时候 它可以真正确定 10月1号 我是维持原来的100%的涨价 或者我就把它降下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么长的缓冲时间 五个月的缓冲时间 它不要 它要搞一个6月10号 12月10号 我觉得是非常不值得做的 所以我们刚刚再度的这个查证的结果 根据经济部的回应是 夏季的电价 16月1号 依然造就 夏季电价就17% 夏季电价是依然造就 但是照既定的日程实施 可是重点是在于 为什么选择是在6月10号 这就 所有一切的根源能不能够消除 刚才我们在现场 其实几位都认为说 对预期的心理 是有限的 而且非常有限 而且它会形成一个 更长期的一个预期心理 其实这点反而让人非常担心 因为本来预期是5月15号 再过两个月 一次解决掉 那你现在拖到6月10号 那就是6月1号涨一波 你这样说 再过两个礼拜一次解决 对 本来是这样子 那虽然很痛 可是现在那个整个的预期 我就是预期两个星期 可是我必须说 6月10号跟12月10号 这个并没有消除预期心理 预期心理还是存在在那个地方 那它就 刚才唯一的就是 不是一次涨足吗 对 而且我觉得它的调整方案 也没有顾虑到说 我们所担心的 那一个物价的预期心理 以及民众消费紧缩这件事情 我能够肯定 它有两件事情是做对的 就是20%跟台电的改革 绑在一起 以及330度以下这件事情 它会让相当大的一部分的人 觉得荷包好像没有缩水这么多 可是如果你预期要这样做 那如果换做我来主张的话 我就会认为6月1号夏季店价 住宅用件通不调涨 因为本来就只调涨17% 那我就夏季用电的电符 就按照夏季用价就上去了 那可是我工业用电 因为是长期补贴的 我工业用电 我就直接反映 我原本要反映的一半 在夏季店价的时候 同步反映 因为我本来就是要反映的是 本来工业用电是要涨35% 那我现在如果在夏季店价的时候 我就反映一半 你能知道工业用电 占的比例是很大的 工业用电反映一半 比你全面性的调涨 原本所预期的40% 其实总和起来 你反而是排电会吸收的 会增加的收入其实更多的 所以这个决策的背后 只是让大家觉得说分期付款 可是还是没有减除 我们现在开放观众朋友 最新的这个状况 原本5月15的店长一次涨足 现在刚才马中总是三个阶段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 现在可以打电话 时间有限 您可以立刻打电话表态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召唤 谢谢 台湾的公司都像不叶成 接过来刚才马中总宣布的 这个最新的调整方案 我们现在欢迎观众朋友 可以针对这一点 三个这个阶段 但是能不能够说 这个改变这个预期减少 那么这个还在这个各方面 可能还要在评估中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330度的住宅用电不涨价 将近有756万的住宅用户 30万的这种小商家 这可能对一般的 这个社会大众来讲的话 这个压力是不是相对的 会立刻拒减很多 还是民众觉得说 这个是没有什么特别感觉的 我们现在开放观众朋友 加入讨论 那么重点是拨乱反正 拨乱反正是台湾 是目前真的需要做的 可是总统说 拨乱反正不怕当劣势 那显然是有这样的一个理想 可是如果没有论述的话 如果没有沟通 如果没有把整个完整的 变成一个 不管是先不要说 全台湾的民众的共识 至少在国民党内部 要有共识 如果这个共识没搞成 没有这个 这一个基本的团结的 一个概念的话 人民会害怕 这就是目前形成的一个状况 陶哥你刚刚让我们全程看了 马总统的记者会 一刀不剪 大家看他是完整版 各位觉得 有没有感受到马总统的论述 各位感觉吗 这大家自己去揣摩 油价上涨的时候马英九 马总统写个脸书而已 他连记者会都不开 连记者 马总统他理都不理 4月15 宣布要涨电价的时候 谁宣布的 施言祥部长宣布的 连陈冲都没出来 那为什么今天晚上是这个大震争 那为什么 因为就是跟民意跟民粹低头 我刚刚马总统提到 经济部本来的送小蛋子 跟刚刚创下讲的一样 送上来有一次涨的 分段涨的 也有分段涨的 那你今天回头去走分段涨是什么 就证明你当初决定一定 一次涨是错的 不是嘛 你就成功 我全民买单嘛 你就是你刚刚 他跟你讲这么多优惠方案 台电已经亏损1300多亿了 再加这个下去就是什么 继续亏损嘛 把时间拉长嘛 所以亏损是存在的 亏损已经存在 而且全民买单 我必须要讲 你请了两位经济学的教授 一位是马凯 一位是邱毅 他说我想挑战你一下 就说你听他们两个讲 我觉得你也很镇静 可是我听得很害怕 因为我是外行 被马凯讲成这样子 就是说从4月25研究到今天 研究了一整个礼拜 结果一出来马上被马凯打枪 然后行政院的这个因应的机制 被邱毅讲的一文不值 物价督导会报也不行 台电中油都不行 这行政院因为有问题 我讲政治斗争是比较政治面的 他们两位专家讲的经济面是 不可文问 这样也不对 这样也不对 那我一个外行人 我必须跟涛哥讲说 那这样还不严重吗 如果台电跟经济部 总统亲自开的记者会 宣布的最新方案 马上被两位教授 两位专家 担担 担担 这国家就去了 去一半去 这是什么意义 有这么差吗 他说我没有办法就专业上质疑这两位 所以我最后就要是你说 你听他们两个讲这边也这样 这边也这样 你不觉得奇怪说 哇 让你台电跟经济部有这么惨吗 刚才至少马总统或者是陈冲院长 没有把6月10号 6月10号一定有个道理 这个6月10号每一项 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但是想必认为说 这个整个的一个修正的方案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330度的用电不涨价 756万户的住宅 那么这个大概是 目前认为说 这个改变的是一个最重要的主轴 但是是不是也能够溢出来 可以减少民众对很多预期 我们稍微再回来 欢迎观众朋友可以 感到您的看法 针对电价上涨马总统的最新的一个方案 台南黄先生请说 黄先生你好 黄先生 黄先生 喂 请说话 你好 我跟你说 现在这电火这边起来是好 想说是6月10号该做是10月6号 对 像我说的就对了 我应该就一次暂时不行 以前要就这样就好了 4天就好了 10月6号先起来就这样 对吗 4天就好了 不真的全民都很难过 通风了大家都生活 就预期了 好 谢谢你 台北叶先生请说 叶先生你好 大家好 我是觉得说 电汇不应该涨 因为很简单的一个数据就可以出来 台电的发电效率只有52% 世界各国的发电力到90几% 我们这样除下来的话 大概1.75倍 好的 那台电的价格是 谢谢叶先生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针对马总统今天最新的三阶段 跟6月10号的第一个涨价 台北林先生你好 请说 喂 请说 现场的来宾 你们讲的话都对 但是这次这个政府实施的方向是错误的 应该是把油电先涨 因为股票市场是国内经济的橱窗 如果股票市场活动的话 每一个人的消费都很正常 核包满的话 谢谢林先生 不通的话 谢谢 新北市邱先生请说 邱先生你好 你好 我有一个建议 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两个月60天才计算一次电费的计价 那以这样子来讲的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时候是变成两个月才计算一次电费的计价 那如果说是一个月来讲的话 那我两个月他算 我如果说是用了1000度 我必须在两个月60天是从零开始 那如果说我改成一个月计价的时候 那从零开始我就不会用到那么高的电价 当你超过500度的时候 我有在问台边的人员 好的 超过的时候自用最高的电费提供 邱先生都会精算得很清楚 新北市王先生你好 王先生请说 请说我非常失望 那个马总统他的改革方法 第一点他没有道歉 没有认错 没有反省 他没有说明他的决策 错误的决策过程 他也没有去追查 当初是谁给他做的那个决定 包括究竟是经济部长 还是能源局长 还是能源局委托的那些学者专家 给他做出这些错误的决定 还是台电给他错误的资料 这些人要站出来负责 该撤换的就撤换 该审判的就惩罚 谢谢 第三点 不要一次涨 就是涨48%以后 后面的看改革成果 有成果再来谈要不要再涨 没有成果就不能涨 谢谢 谢谢王先生 我们刚才有几个疑团 现在一一的在解决中了 这么是为什么在这个6月10号 那说这个是在6月10号是因为必须要一个月前公告 按照程序 所以要在5月10号来做这个报告 6月1号夏季店长 然后你再来个6月10号 然后说这个一定要这一个月前 今天是5月1号啊 5月1号这6月1号不是一个月前吗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你在6月份只一次 民众感觉跟两次民众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整个的上涨需要一个月前 这基本上是在我们所有的社会大众稍微评估一下 预期就是制造出来所有的一切的根源 那么为什么还要再持续再搞一个月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其实刚才您提到就是一个月 那是考虑到要先经过店家咨询小组开会 开会之后决定再公告 他可能需要10天 所以就6月10号 问题在于今天马总统都已经宣布了 难道那个店家咨询小组会说 我们不赞同马总统的看法 我们要提出另外一个涨价的这个方案 然后再公告 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如果马总统今天他已经宣布了 他可以立刻利用各种方式 征询这些咨询委员他的意见 然后就决定就是5月1号 我们就正式生效 然后6月1号跟这个夏季店家同时实施 但这样的方案呢 只不过是把6月1号站一次 6月10号站一次 那两个时间合在一起而已 他还不是这家方案 那当然不是 可是他至少不会这个6月的前面10天涨两次嘛 涛哥我是觉得说 其实也不急啦 因为从4月15到现在为止 马总统已经出来重新宣布了一次 到6月10号 以现在这个方法 我保证 搞不好马总统还要再来一次 因为只要一句话 你没有说清楚 老百姓会问 为什么 今天涨两次 这个压力多大 再过来还要问的是说 我真的怀疑这个决策品质 我们家的电表 我们平常都知道 你怎么知道 那个电表是机械式的 你怎么知道你用的电 到时候两个月来抄一次表 它是6月10号的 还是6月8号的 你怎么去计价 光一个6月10号这个日子 就代表这个决策 不能让人信赖 其实我们的目的是 希望能够消除 预期 预期 结果预期可能会更严重 我们希望民众不要紧缩 它的消费 可是因为有这个预期 可能这个紧缩的状况 也不会改变 所以本来6月1号 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 你既然有330度以下 都不调涨了 那你就住宅用电 通通都不要涨嘛 你就只涨工业用电 其实解决很大半的一些问题 我其实不太懂 这一些整个的决策逻辑 我已经越来越不懂了 这个6月涨价8月才超标 如果大家不要再提的话 10天蟑螂是民众是看不出来的 这个是最近 3个机构对马总统的满意度调查 马总统今天上了火线 第一线做危机处理 对他的民调会有帮助 但我是从政治面来看 对他的民调会有帮助吗 如果是这样全民买单的话 跟马总统之前讲的 是不是自打嘴巴 我本来有孤臣孽子之心 享晚大夏之江青 可是我今天听了马总统新的方案 6月1号涨 6月10号再涨 对原来的问题 不但没有解决方式 问题更严重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失望 我觉得总统重点不在于决策品质 是你缺乏政策的信念 摇来摆去的 我记得年轻的时候 看过一个社会运动 很有意思 有人举个牌子上面写说 给我更多的绿灯 亲爱的国人同胞们 我们今天要更多的绿灯 就代表未来会有更多的红灯 你自己要更多的绿灯 就代表别人要付出更多的红灯 红灯绿灯应该一样多 仔细算一算吧 社会大众自己来评估 这次的整个新的方案 可是执政者的一个诚信 跟执政者的决策的人民的信心 这是需要多长久才能够建立起来的 6月1号夏季生 6月10号第一次40% 为什么 给大众再来一个交代 再回来先为总会 我还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拜执 你